《雲南電視》 各位好 歡迎搭乘 時事指通車 鳳凰衛視 中文台 資訊台 香港台 歐洲台 美洲台 楊書為您環球報導 首先來看新聞提要 越南共產黨第13次 全國代表大會開幕 將制定未來五年國家發展方向 習近平主席在致詞中 多次提到多邊主義 正式準確把握時代脈搏 提出解決好時代課題的 中國主張 中國外交部指出 習近平在達沃斯對話會上的致詞 展現出中國智慧和中國擔當 中共的致詞中的致詞中的致詞中的 美國拜登政府要和韓國等同盟國家 緊密合作 韓國政府高度評價相關說法 香港特區政府突然宣佈 封鎖油麻第一處區域 要求區內居民接受強制檢測 旭旭直通車區《頭條新聞》 由五糧業集團特約贊助播出 中國的五糧業 世界的五糧業 《頭條新聞》聚焦越南河內 越南共產黨第13次全國代表大會 周二在河內開幕 總結越南35年革新開放取得的成果 並強調越南走上社會主義與革新道路 是正確的選擇 越共中央的領導是建黨治國成功的關鍵 越共十三大一共9天會期 將確認新任期的黨政最高領導人選 以及未來五年的發展方向 越南國歌 國際歌先後奏起 拉開越共中央第13次全國代表大會序幕 越南主要黨政領導及官員 等1587名代表 原黨政領導 各國駐越大使 及國際組織代表等各界人士 出席開幕式 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員 政府總理阮春福致開幕詞表示 十三大將總結並評估 越南35年革新開放的成果 越共十二大的黨建工作 並確定未來發展方向及任務 要實現的中長期目標分別是 首先到2025年 將越南發展成工業朝現代化方向發展 和擺脫中等偏低收入的發展中國家 其次 在2030年 越共建黨百年之際 越南將成為現代工業 和中等偏高收入的發展中國家 而到2045年建國百年之際 越南將成為高收入發達國家 實現發展目標離不開選拔得財兼備的人才 為反正經濟 道德改善 能力領導 本領和規矩 越共中央總書記 國家主席 中央軍委主席阮富仲 向大會總結 越共十二大工作室表示 在新外疫情和自然災害的雙重衝擊下 宏觀經濟保持穩定 嚴打經濟貪腐或民眾高度認可 阮富仲說 目前疫情和國際局勢 演變複雜 越南內外都面臨各項挑戰 包括黨政內部管控 經濟發展效率 和敵對勢力破壞等 他要求施政要確保民眾正當權力 以鞏固對黨和社會主義的信心 堅定 領 折折 mới của黨 進 started the implementation civil terms ал晉ener和國際局勢 め type動 到2月2日 閉幕的九天會期里 大会将表决通过 包括人事安排等的各项文件 软副众表示 这些文件吸取了社会各阶层意见 并参考他国经验 以作为越共十三大建党治国的理论依据 凤凰卫视国防 阮世兰英核内报道 好 有关越共十三届 全国大表大会的更多消息 立刻连线本台著越南记者阮世兰英 兰英您好 给我们介绍一下 越共十三大这次有哪些关注小点 好的 主播 那么在今天上午开幕的 越共十三大全国代表大会上 越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阮富仲 总结了越共十二大的工作 和越南三十五年革新开放的成果 他说十三大将制定 未来五年国家政策 以及越共建党百年和 越南建国百年之际的 国家发展目标和任务 那么九天会期里 大半时间将用于讨论和通过人事安排 预计三十一号将公布 中央委员会的二百人名单 之后再公布十名政治局委员名单 那么这一次大会的最大焦点 将是新任七四代要职的安排 谁将出任越共总书记 国家主席 政府总理 以及国会主席 现任能否连任 谁将可以成为新任目前表决的具体日期和程序 暂未获知 而有外媒透露称 在上周结束的越共十二大十五中全会 已确定了已过76岁退休年龄 担任或连任的两名特殊人选 而越南国内也有传言指 年纪76岁 而且任内反贪腐有功的总书记 阮副仲将很有可能继续连任越共总书记 另外在应对新冠疫情和实现经济复苏等领域 成绩亮丽的政府总理阮春福 很有可能也将连任 不过一切都还是要耐心等待官方的最后公布 主播 好 非常谢谢蓝音来自河内的连线报道 谢谢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周二致电 祝贺越南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 赫点说 越南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 是事关越南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发展的一次重要会议 大会将确定越南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 和越南建国一百周年之际的 国家发展目标和实施方略 开启越南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征程 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发展中越两党两国关系 愿同越方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 达成的重要共识 推动中越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不断取得新的发展 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为实现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繁荣 做出新的积极贡献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越共十三大将确认新任期 党政最高领导人选 以及未来五年国家发展方向 好 相关话题在现场 请到时事评论员正好先生 带来他的点评与分析 真神你好 你好你好 杨树 你怎么看中国中央 特别致电祝贺 越共十三大成功召开 这释放了怎样的信号 我们知道越南共产党第13次 全国代代表大会议今天是召开 这也是越南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 作为越南的邻居 中国共产党 中国人民 也都期待 也都祝愿 越共十三大能够顺利地完成各项的议程 那么这次的越共十三大将会 选出新一级的党政军的领导人 同时也为未来越南党政各方面的事业的发展 做出五年的一个规划 同时也为越南的两个百年 做出长远的一个规划 因此应该说是越南党和国家建设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里程碑 因此我们也非常地关注了 中越两国是邻居 一一带水 隔江相望 两国有着共同的发展的一个历程 同时在革新开放 改革开放路途上 按照本国的实际情况来建设社会主义 越南和中国都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 实施社会主义制度 两国在政治体制方面 有很多是相同相似的地方 你看越南提出的一系列的一些愿景 或者是用的一些政治词汇 我们都非常地熟悉 因为在我们的政治生活当中 也是用了这样的一些词汇 所以中越两国有很多的共同性 中越两国在各自的发展的过程当中 虽然方式方法可能有些不同 但是目标都是一个 那就是建设社会主义 提高人民的福祉 这也是中国和越南共产党 党的建党的一个初衷 我们也特别希望 就是中越两国能够携手共进 加强合作 本着发展两国的十六次方针 长期稳定 面向未来全面合作 还有就是四好 好同志 好朋友 好邻居 好伙伴 来共同发展两党两国人民的 这个各项事业 我们也预祝越共十三大 能够圆满地完成 杨树 好的 非常谢谢 正好先生带来的分析 谢谢 去下广告回来关注的是 香港中美论坛线上举行 约会嘉宾就拜登救人之后 中美间的合作展开讨论 美国国会众议院将针对 前总统特朗普的弹劾条款 移交给参议院讨论 日本疫情严峻 东京新增确诊病例1026例 建议委承认医疗体系存在问题 欢迎巨大城时事指通车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周一通过视频出席了 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议程 对话会并发表特别致辞 中国外交部周二表示 习近平在致辞中 多次提到多边主义 正是准确把握时代脉搏 提出解决好时代课题的 中国主张 展现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担当 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新冠肺炎疫情仍在全球蔓延 世界经济陷入深度衰退 全球性挑战层出不穷 人类再次站在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 在这一大背景下 习近平主席在致辞中多次提到多边主义 正是准确把握时代脉搏 提出解决好时代课题的中国主张 习主席致辞为当下迷茫中的世界 指明了发展的方向和路径 展现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担当 相信将有力地促进 重建全球互信 凝聚全球共识 团结全球力量 共同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 美国白宫发言人在周一表示 总统拜登将用耐心来处理 和中国的关系 对此中国外交部周二表示 过去几年特朗普政府 犯下了方向性的错误 导致中美关系出现异常严峻局面 不符合两国领域的根本利益 中方希望美国新一届政府 能够推动中美关系重回正轨 正如中方多次指出的 中美作为两个大国 在维护世界和平稳定 促进全球发展繁荣 等方面拥有广泛的共同利益 肩负着特殊的重要责任 中美两国合则两立 斗则俱伤 合作是双方唯一正确的选择 我们希望美国新一届政府 能够吸取特朗普政府 对华错误政策的教训 客观理性地看待中国和中美关系 采取积极建设性的对华政策 同中方相向而行 聚焦合作 管控分歧 推动中美关系 重回健康稳定发展的正确轨道 由中美交流基金会 和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 联合主办的香港中美论坛 周二开始一连三天在线上举行 来自中美等国现任或前任高级官员 就拜登就任美国总统之后 中美之间政治 经济及人文等领域的 交流与合作前景展开讨论 而如何在互相尊重的前提下 增进沟通以及关税等问题 成了活动第一天 中美双方关注的焦点 香港中美论坛一连三天在线上举行 关注拜登就任美国总统之后 中美双边关系的走向 中国国务院前副总理曾培言表示 中美两国社会制度不同 但应该和平共存 而不是走向对抗 随着全球化及科技发展 商品 技术和人力等要素 实现大规模跨境流动 休息底的陷阱的理论基础 已经被颠覆 他强调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合作共赢 希望随着拜登就任 美方以此为契机 调整思维及行为模式 重启中美间多层次的交流机制 横使互信 中美应该秉持阶级合作的态度 在全面客观评估 第一阶段经贸协议的基础上 开展新一轮的经贸谈判 尽快取消贸易战以来的 相互加征的高额关税 取消不合理的投资限制 抓紧重启BIT的谈判 推动中美经贸关系 重回尽正规 全国政协副主席 中美交流基金会主席董建华表示 拜登就任后提出的处理疫情 恢复经济 应对气候变化等首要任务中 中美间都可以展开合作 双方也应共同处理 疫情下存在的谎言 不理性及不信任行为 小布什政府时期 曾任美国商务部长的 古铁雷斯表示 中美两国不是抵对的关系 也不可能发生所谓的脱钩 双方应该尽快重启 过去四年被弃涌的沟通渠道 首要任务就是要处理关税问题 One of the first things that we start discussing is how to backtrack, de-escalate the tariffs Maybe we need to negotiate one tariff at a time and maybe we need to agree to something in order to pull back but we have to start pulling back 而美国前贸易代表希尔斯则认为 拜登政府时期 中美间将是合作与竞争并存 在多边主义的框架之下 首先可以就气候变化 卫生等领域展开协作 但是需要解决关税问题 需要美国国内政治气氛的改变 以及双方增进对话 预计将会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凤凰卫视赵凌峰香港报道 另外香港特需行政长官林郑月娥 也在香港中美论坛上发表事项致辞 她提到美国当局早前对香港实施的 所谓制裁是完全没有根据 也经不起推敲的 她强调香港作为国家的一部分 维护国家安全 是需依法履行的权利和责任 我希望新冠军的新冠军 林郑月娥还提到 无论是投资还是金融等方面 香港都是中美之间极具价值的 商务网来沟通桥梁 目前香港正积极投入国家发展大局 她已在施政报告中提出一系列措施 希望为经济发展注入新动力 林郑月娥表示 有信心一旦疫情得到控制 香港将获得无数的机遇 包括正在发展中的粤港澳大湾区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美国拜登政府日前在谈到 朝核问题时 说要和韩国等同盟国家紧密合作 韩国外交部周二高度评价 美方的表态 并指出韩国政府为达成半岛完全无核化 以及恒久和平的目标 今后将会致力与美方共同合作 美国拜登新政府上台以后 白宫发言人日前就有关朝鲜问题 首次正式表示 朝鲜核击单刀导弹和扩散活动 毫无疑问威胁全世界和平 美方将采取新政策 以安全守护美国公民以及同盟国家 并明确指出 新政府要飞弃特朗普政府时期的对筹政策 将和韩国和日本等同盟国家紧密沟通 我们政府今次拜登政府 韩国等同盟国与韩国与韩国 特朗普对策政策 围绕他未在解决朝鲜问题上取得成果 约翼短期内推进访问美国 有机会在4月前举行美韩领导人会谈 因疫情关系也有可能以视频方式来进行 却永生指出 韩国政府尽可能早点推进领导人会谈 美国拜登政府将全面审视对筹政策 主要方向是施压还是对话 仍是未知之数 在美方商位有决定之前 朝鲜汇服尸射导弹等发起挑衅 将会影响到今后4年拜登政府的美朝关系 凤凰卫视金知弦韩国首尔报道 美国国会众议院周一晚间 将针对前总统特朗普的弹劾条款 移交给参议院 弹劾经理人作为控方 起诉特朗普涉嫌煽动叛乱 而根据参议院两党领袖达成的协议 参议院聆讯将于两周之后开始 美国众议院9名民主党籍 谈劾经理人25号晚间 把针对特朗普的一项谈劾条款 移交给参议院 经理人作为控方 起诉特朗普涉嫌煽动叛乱 谈劾条款由首席谈劾经理人 拉斯金读出 指特朗普涉嫌煽动暴力 针对美国政府 在本月6号参众两院召开 联系会议之前多个月 多次发表总统大选 舞弊的虚假言论 并质疑大选结果 到会议召开当天 特朗普向在白宫附近聚集的民众 故意发表鼓吹针对国会 进行非法行为的言论 促使民众冲击国会 伤害执法人员 及威吓国会议员等 加上他曾经致电 敦促佐治亚州州务卿 寻找足够选票 推翻当地大选结果 阻证他威胁美国民主制度 和干预权利和平移交 川普总统大选 全体参议员周二 将宣示成为弹劾聆讯陪审员 并向特朗普发出传票 聆讯定于2月8号起的一周开始 在此之前 控辩双方可递交辩论意见书 并提出反证 对于特朗普的弹劾聆讯 总统拜登认为这是有必要的 即使可能影响他的施政计划 和内阁提名 但如果不弹劾 将会造成恶劣的影响 不过他不相信 一定会有17名共和党参议员 在弹劾聆讯中倒戈 投票把特朗普定罪 凤宏卫视综合报道 荷兰多个城市 周一晚间继续有民众上街示威 抗议当局实施宵禁 以抗击新冠肺炎 示威者和警方发生冲突 警方拘捕了超过180人 在西部城市哈勒姆 示威者焚烧杂物 又大肆破坏公共设施 还向警方投掷石块 警方释放催泪瓦斯 驱散示威者 在荷兰第二大城市路特丹 也有示威者到处纵火 警方一度使用水炮驱赶 荷兰自从在上周六 实施防疫宵禁 首都阿姆斯特丹和多个城市 连续三个晚上都有示威活动 警方至今扣留了数百人 当中有人向病毒检测中心纵火 日本新冠疫情严峻 首都东京周二新增确诊 达到1026例 针对连日来有不断出现 新冠患者居家疗养死亡的案例 首相菅义伟承认是自己的责任 并向国民道歉 日本国内新冠疫情严峻 医疗紧张 连日来不断有患者 被救护车接走 却长时间找不到急救医院 此前又有新冠患者在救护车上 因找不到接至医院而死亡 日本首相菅义伟庄二回应 的确目前医疗体系存在问题 他就此向国民道歉 东京连日来确诊患者仍在增加 周二新增1026人 而日本全国累计确诊超过37万人 居家疗养增多 很多人无法及时得到治疗 日本警察听称 从去年3月至今年1月 日本全国有197名新冠确诊患者 在家中死亡 凤凰卫视 李淼 大泽大窃 日本东京报道 韩国政府在新冠疫苗方面 采取双轨策略 一方面从海外购买 同时也加紧国内研发 但由于韩国疫情 在去年12月前一度缓和 使得韩国在海外购买疫苗的态度 变得不积极 而早前韩国接种疫苗流感时 流感疫苗时出现了多例死亡个案 令得民众对疫苗的安全性 失去信心 不太愿意率先接种新冠疫苗 来看全球疫苗争夺战 系列报道 韩国政府发布已确保了 5600万分疫苗 2月起以医疗人员 以及高龄层为开始接种疫苗 韩国政府计划 使医院内完成70%的全国民接种 而形成70%的集体免疫 有韩国医疗专家指出 韩国政府采取双轨政策 一方面购买海外疫苗 另一方面在国内研发 但韩国疫苗研发进度缓慢 未绕短期内哪里普及使用 专家指出 从海外购买疫苗方面 韩国政府初期所购买的数量不足 在韩国国内受到批评 原因在于韩国12月前 疫情不太严重 11月底 新疆确诊病例只有100例左右 但12月13日超越1000人 同时因在10月接种流感疫苗 死亡人数比较多 民众对流感疫苗的不信任 影响到新冠肺炎疫苗 新台市先看国外接种情况后 才在接种疫苗 但这种判断导致 韩国哪里确保疫苗数量 在韩国民众尚未开始 疫苗接种的情况下 为诸韩美军接种的疫苗 已在12月抵达韩国受到关注 医疗专家说 富有国家枪购疫苗的主要原因在于 疫苗成功研发的不确定性 但随着成功研发疫苗的公司增加 预料富有国家购买的疫苗数量 会超过国民人数 由此市场会出现再方配 社会组织也会调整医疗方配 专家指出考虑到第二阶段的临床演示 中国研发了很好的疫苗 但公开的相关数据 不足以让外界具体评价 但相信若确保疫苗准时效能 以及生产过程的安全性 中国疫苗可以为缓解世界新冠疫情 做出贡献 凤好卫师金之贤 韩国首尔报道 去一下广告 回来继续为您报道 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 学习贯彻19届中央纪委 五次全会精神 香港特区政府宣布 将防疫措施延长一个星期 并扩大至定检测区域 北台湾桃园医院爆发群聚感染 邻近的台北市和新北市严正一旦 欢迎您绝大纯时事直通车 这节来关心的是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国务院总理党组书记李克强 周一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 学习贯彻19届中央纪委 五次全会精神 部署强化政府系统全面从严治党 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会议指出过去一年 国务院党组和政府系统 把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 贯穿到政府工作各方面 党风联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 不断向纵深推进 会议强调要充分发挥 全面从严治党引领保障作用 确保十四五时期目标任务落到实处 坚持加强政治建设 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 领悟力及执行力 确保贯彻新发展理念 构建新发展格局 推动高质量发展等决策部署 落实到位 坚持政风速记繁复 从制度上铲除滋生腐败土壤 持续纠制四风 特别是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坚持政府过紧日子 把有限资金用在为民会民上 用在促进发展的道任上 各级政府公务员 特别是领导干部 要在思想上 政治上 行动上 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担当尽责 开拓进去 努力创造人民满意的新业绩 凤凰卫视 综合报道 北京市官员周二 在北京市新冠肺炎疫情发布会上表示 当前疫情防控仍然处于关键阶段 不能放过任何风险隐患 必须时刻紧绷 不折不扣落实四方责任 严格社会方面的管控 筛查管控和流调溯源 两头紧抓不放 坚决切断病毒传播链 北京市官员徐和健指 当前北京疫情防控形势 依然严峻复杂 疫情传播风险始终存在 春节将至要全力做好 节日各项服务保障工作 提倡市民在京过年 非必要不出京 非必要不出境 共同助劳北京安全屏障 他还提到 北京市大兴区各项管控措施 仍需严格到位 卫生健康疾控等部门 要加强现场指导 做好重点区域环境消杀和垃圾清运 要科学处置相关医疗垃圾 高效无害化处置医疗废物 徐和健强调 自27号起 香港入境北京必须持有 7日内有效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自1月27日 也就是明天零时起 自香港直航路径北京的旅客 必须持有香港特区政府认可的 医疗机构发出的 7天内有效核酸检测阴性结果证明 路径进京后 需严格遵守首都疫情防控政策规定 另外 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还公布了进口非冷链货品 常态化防控措施指引 对进口货品日常防控 检查 流通等环节 提出纲领性指导意见 凤凰医师 陈其扬城 北京报道 北台湾桃园医院爆发群聚感染 疫情升温 临近的台北市和新北市也严阵以待 台北市针对大众运输场所 还有防疫旅馆等地方加强了消毒 新北市长侯友宜取消宗教活动 另外要求老人集会 学生聚集的补习班等场所 也提高防疫措施 北台湾桃园医院爆发院内群聚感染 台湾官方匡列曾经住院者 陪病家属以及相关人士等 近五千人必须检疫隔离 其中邻近的台北市新北市 都有市民被列入这波隔离名单中 新北市长侯友宜 二十六号赴小学视察 寒假活动的防疫措施 呼吁学生聚集的补习班 因落实防疫 另外老人集会活动都暂时取消 台北市与桃园同为北台湾 共同生活圈 许多民众每日往返通勤 为求慎重 也加强防疫作为 针对重点区域进行消毒 因应新冠肺炎疫情 台北市针对大众运输的场外 以及场内还有防御旅馆周遭 都会进行例行性的消毒 目前每周针对各个解冰站 跟车站进行两次的消毒作业 特别消毒就是我们会针对 我们进行车的停车点 还有说我们公车的总站 另外针对各个防御旅馆的周边 我们都会特别的加强消毒 桃园医院群聚感染疫情尚未平息 面对农历春节即将来临 预估有大批民众自海外返台 县市首长做足防疫准备 长期抗战 凤凰卫视鲁冠飞王世凯台北报道 香港第四波疫情持续 截至周二凌晨 香港新增64宗新冠肺炎确诊个案 其中63宗为本地个案 特区政府宣布将两人限聚令 和晚市禁堂时等防疫措施 再延长一个星期 并扩大指定检测区域 香港新增的64宗确诊个案中 一宗为输入个案 其余63宗为本地个案 当中21宗源头不明 其余42宗与其他个案有关 伊丽莎博医院三名护士 以及一名卫生署人员确诊 15级卫生局副局长徐德义表示 过去一个星期有494宗确诊个案 其中本地的源头不明个案占4成 宣布将原定在星期四届满的 社交距离措施延长一个星期 直至2月3号 他又表示 佐敦区域的个案不断上升 而且大厦状态不好 因此扩大佐敦指定区域 当局又新化出两个指定区域 分别是在油马滴望角和红看 深水部的指定区域也将保留 从今天开始 刚才所提到的四个指定区域里面 如果大厦出现一种或者以上的确诊个案 又或者它们的污水 原本检测系情阳性显示 可能存在感染风险 都是会纳入控制检测公告的 香港卫生防护中心指 在有八栋大厦需要强制检测 其中有六栋位于指定区域 方航卫视李谦谦 香港报道 香港特区政府突然在周二晚间 七点钟宣布围封油马滴的一处地方 要求区内居民接受强制检测 香港特区政府晚上发出公告 指油马滴B街9号至27号 和东安街3号 从晚上七点开始被划为受限区域 政府会安排区内所有居民 进行核酸检测 居民必须在住所内等候 直到区内所有居民都完成检测 才可以离开 政府的目标是在周三早上 六点左右完成行动 以达至小区清零的目标 好 最近情况 立刻连线本台记者李千千 千千这是香港的第二次 突然封区的强制检测 而且是采用突击的形式 目前被封锁区域状况如何 好的 杨叔 那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 就是在油麻地的这个受限区域的前方 那我们可以看到呢 现场已经是围起了铁栏 并且呢有大批的身穿防护衣的 政府工作人员在进行工作 我们也看到了 他们向现场的居民呢 有发放物资 而且呢有向运来一些临时的洗手间等 那么这一次呢 是政府进行一个突击的一个突袭的行动 那么它是在今天的晚上七点多的时候呢 宣布的 因此在这个时间的时候呢 区内还有一些居民是还没有回到家 还是在上刚刚下班的一个路上的 所以我们看到呢 刚刚在我所手边的这个帐篷呢 也有不少的居民是在排队等待进入 这个帐篷呢 就是明证事务署的这个职员 他们设立的 那么居民呢 他们需要出示在这里的一个住址证明 然后才能够进入并且呢进行检测 我们也了解到如果他们手边是没有这样一个证明的话呢 现场的职员也会提供协助的 那么这一次呢 政府进行这样的一个突袭行动 他们的目标呢 是要在今天的午夜之前 让区内的这些居民呢 来完成一个检测 那么会有专人呢 为他们进行咽喉和鼻咽柿子的一个测试 而对于一些不方便的老人家 或者是行动不便的人士来说呢 政府也会派专人上门进行检测 那么为什么这一次政府要进行这样的一个突袭行动呢 据我们了解到呢 从截至到25号的时候 有过去两周在这一片区域里面呢 有超过40宗的一个确诊个案 因此政府也是认为 非常有必要在这个风险进一步扩大之前呢 来进行这样的一次行动 以上就是我们在现场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现在把时间交还给杨叔 好 可以说这是港府的第二次实践 好 谢谢千千来自油麻地的连线报道 谢谢 我们再来看到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就表示 近日对佐敦及油麻地一带的封区措施有成效 希望未来的强制检测工作 可以走在疫情爆发的前头 强调病毒检测依然是现阶段最重要的一环 香港特区政府在过去这个周末 微风疫情严重的佐敦受限区域 进行全员病毒检测 微风工作周一凌晨结束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 出席行政会议前指出 过程顺畅 具有成效 微风时间约44个小时 比原定的预期时间短 整个行动里面总受检的人数 大约是7000人 成功找出了13个隐性的个案 相信是有助 我们在这个区里面可以切断病毒的传播链 一共是找到有200多个 应该接受强制检测 在这个受限区域里面的居民 是没有接受过强制检测 部分人士是马上安排 他们做强制检测 而他们的资料我们也会转交 卫生防护中心 作出适当的跟进 林郑月娥表示 留意到受限区域内有确诊患者 早前的病毒检测为阴性 其后重新转阳 说明病毒的前夫妻场 不排除未来对当区 进行第二次强制检测 她又说未来再进行类似行动时 会争取进一步压缩 微风区域内居民的受限时间 而对于近日本地个案出现反复 林郑月娥表示情况令人担忧 希望未来的强制检测工作 可以走在疫情爆发前 强调病毒检测 仍是现阶段重要措施 病毒检测仍然是我们今次压制 这个疫情的最重要一环 我们参考了在各区的经验 各种检测的方法 会在这里做得更加进取 希望在最快的时间 将现在仍然在社区里面的隐性传播者 抽出它 我们就有机会可以走出这个疫境了 他说除了早前已经公布的 左敦河深水部指定区域 特区政府还物色了多个新的指定区域 也不排除会再进行风区强减 凤凰卫视齐东博 香港报道 好 去一下广告 回来继续为您报道的是 内地去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增长2.8% 工信部指出 今年内地经济形势总体向好 中国和新西兰正式签署 自由贸易协定升级议定书 将进一步深化两国务实合作 中国民航局宣布 春节期间机票可以办理 免费退票或改期 好 欢迎去大纯时事直通车 这节来看一下 两岸三地股市的收盘情况 内地呼声股市集体走低 市场揣测政策趋紧 影响两市大幅回落 军工股大幅走低 半导体券商保险医疗股 表现弱势 白酒板块也明显回调 互指收盘下跌了1.51% 生成值下跌2.28% 香港股市进行技术调整 投资者在中美关系的担忧之下 获利了结 拖累恒神指数收盘下跌2.55% 至于台湾股市高开低走 区内股市走势转弱 加上重磅股台积电大幅回落 影响加权指数收盘下跌1.8% 去年内地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增长2.8% 工信部认为 今年内地经济形势总体向好 同时有风险和挑战 外部风险主要是疫情和经济下滑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 而内部总体还处于恢复期 企业经营依然困难 工信部数据显示2020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2.8% 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同比增长7.1% 高于整体工业4.3个百分点 对于2021年的经济形势 工信部认为总体向好的同时也面临一些风险和挑战 国内经济的总体还处于恢复期 供需之间行业之间的恢复还不均衡 企业经营呢 特别中小企业的经营还有困难的还是依然存在的 所以这是我们的工业平稳运行啊 还存在的不少压力和挑战 在外部环境方面 工信部制依然严峻 全球疫情和经济下滑 存在不确定不稳定因素 国内疫情近期也多点爆发 工信部制相信不会造成大面积的停工停产 应该说的话 低工业还是会有一定的影响 但是比起去年年初在湖北的疫情 它应该是小得多吧 我想的话呀 这个影响会控制在一定的程度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有湖北战域的丰富经验 而且的话 现在都是在定点的管控 不会造成大面积的停工停产 至于春节就地过年对工业企业的影响 黄历兵制有待政策细节 总体来说就地过年对工业是正向的促进和拉动 凤凰问世 霍伟伟也不见 北京报道 中国和新西兰周二正式签署了 自由贸易协定升级议定书 中国商务部官员透露 将会进一步深化两国在投资 服贸等多个领域的务实合作 而中国外交部表示 中方对中国新西兰自贸协定升级感到高兴 希望中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不断取得新的更大发展 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26号 与新西兰贸易和出口部长达米恩·奥康纳 分别代表两国政府通过视频方式 正式签署中国和新西兰自贸协定升级议定书 王文涛表示 中心自贸协定签署生效以来 推动两国在货物贸易 服务贸易和投资合作的快速发展 中国已连续多年成为新西兰第一大贸易伙伴 和第二大外资来源国 中心两国长期走在中国和西方 发达国家关系的前列 我们两国在经贸合作上面 曾经创造过多项的第一 特别是在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 中心双方携手抗击疫情 促进经济复苏 取得了显著成效 据商务部透露 双方在市场准入方面 做出更大的开放承诺 大幅扩大了最后国待遇承诺的涵盖范围 此外 双方约定将在升级议定书生效后两年内 以负面清单方式开展服务贸易的后续谈判 进一步提高开放水平 中方进一步扩大航空 教育 金融养老科运等领域 对新方开放 新方则放宽中资审查门槛 确认给予中资与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CPTPP 成员同等的审查门槛待遇 在特殊人才流动方面 双方引入特色工种和假期工作计划等 便利两国人员流动的举措 新西兰在特色工种工作许可安排中 将汉语教师和中文导游的复兴工作许可配额增加一倍 分别提高到300名和200名 杨正伟还表示 中国和新西兰同为经济全球化的支持者 维护多边贸易体制符合双方共同利益 中方愿与新西兰加强沟通合作 继续坚定维护世贸组织的核心价值和基本原则 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 确保开放 透明 非歧视的贸易环境 共同推动世贸组织第十二节部长级会议取得积极成果 另外 杨正伟表示 中方将积极考虑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中方愿就此与新西兰保持沟通 深圳当局周二表示 将会严肃处置虚拟货币炒作相关非法活动 深圳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周二刊发风险提示 表示近期随着比特币 以太坊等虚拟货币价格不断攀升 虚拟货币炒作有抬头的趋势 一些不法分子打着虚拟货币数字货币的旗号 展开虚拟货币非法活动 违反了中国人民银行等七大部委发布的公告 涉嫌从事非法集资 传销 网络赌博和诈骗等违法犯罪活动 深圳市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 整治工作小组办公室 对上述非法活动持续展开清理整治 通过现场约谈 行政调查 刑事打击等手段 严肃处置 中国民航局宣布 为了最大限度减少春节假期 非必要人员流动 切实降低疫情扩散传播风险 自周三零点起 凡是购买1月28号至3月8号 春节期间机票的旅客 都可以办理免费退票 或者至少一次改期 中国民航局公布的具体退改规则为 成绩日期在1月28号到2月3号的旅客 自1月27号零点措施生效 至航班起飞前 可提出退票或改期申请 成绩日期在2月4号到3月8号的旅客 可以在措施生效至航班起飞前7天 提出退票或改期申请 而在措施生效前 已经申请退票或改期的旅客 则不是用此政策 各航空公司可以根据民航局要求 制定具体的实施细则 富豪美视综合报道 好 最后关门的实施直通车 2021年1月26号 我尚书在香港祝您健康平安 再会